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鏡日談 我是艾楚怡 日本和菲律賓 8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舉行外長防長2加2會議 日媒稱 這是日非兩國第二次 舉辦此類高級別磋商 日非在會議期間 達成互惠准入協定 相互允許對方軍隊 進入本國進行訓練 非方稱 這是一項歷史性的協議 日非加強軍事合作 有何企圖 菲律賓已經同美國 澳大利亞分別簽署了 互惠准入協定 如今又跟日本簽署 是想把越來越多國家的軍事力量 引入南海區域嗎 另外 菲律賓軍方日前表示 美國將從菲律賓撤走 低封中程導彈系統 有分析指出 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導系統蓄謀已久 如今為何又要撤走 是美國主動撤走 還是被菲律賓驅逐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東南亞和大洋洲研究所 副所長洛永昆先生 做分析和點評 先來通過宣傳片 了解一下相關內容 菲律賓和日本8號 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舉行兩國外長和防長2加2會議 以加強兩國戰略關係 並討論地區問題 根據菲律賓外交部的說法 這是日菲之間迄今為止 最高級別的磋商機制 日本媒體稱 這是日菲第二次舉行2加2會談 日菲就推進包括美國 澳大利亞在內的多邊防衛合作 達成共識 也就日本向菲律賓進一步 出口武器裝備進行磋商 另外 日菲在此次會談中 達成互惠准入協定 這一協定將為兩國互相派遣人員 到對方領土進行訓練 以及其他軍事行動奠定法律基礎 有菲律賓媒體稱 這份協定也將允許兩國 進行更多的經濟合作 有分析認為 此舉將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 即日本支持菲律賓正在做的事情 日菲互惠准入協定的簽訂 日本在菲律賓也將獲得 原本只有美國和澳大利亞 才享有的某些特權 有分析認為菲律賓想同日本 建立高級別的外交安全對話機制 來獲得更多的安全支持 這種說法您怎麼來解讀 我覺得這種說法其實有一定道理 其實從我們過去看 過去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你會發現 其實菲律賓跟日本之間的 這種安全合作 包括戰略上的磋商 是持續地在加強 那麼這種持續地加強 應該說他還沒感覺到 他得到保障 所以他需要一個機制化的合作 那麼這個機制化的合作 現在來看這個房長外長的 2G2這個會議 就成為他的一個機制 那麼這個機制在2022年 啟動了第一次會議 那麼到現在又啟動了第二次會議 那麼所以說他通過這種機制的 這種保障 他能夠就雙方之間 一些共同的關心的問題 進行經常性的這種磋商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實際上除了這種機制化的保障以外 其實菲律賓跟日本之間的 各種的這種安全合作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頭 是持續地加強 也就是說菲律賓現在 他是持續地希望得到來自日本 以及其他國家的這種安全的保障 那麼這個裡頭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日本跟菲律賓之間有一個 這種所謂的日本對菲律賓的 這種官方安全援助的協議 那麼日本也通過這樣的相關的協定 給菲律賓出售了很多的這種武器也好 或者相當的武器裝備也好 這個應該說是過去這一年以來 日非之間安全合作的一個重大的保障 所以說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菲律賓現在急切希望得到 日本的這種安全援助 那麼這一次雙方之間的2.2會議 應該說把這一次安全合作的這種高度 又提升了到一個新的層次 日本的媒體報導說 2加2的會議討論了 包括同美國 澳大利亞等國家 建立多邊防衛的一個議題 同時還涉及到了 日本向菲律賓提供更多武器 裝備的一個議題 有關這次的2加2會議 涉及到的議題您怎麼來看 這次2加2會議涉及的議題 應該說是很多方面的 但是它核心的問題 還是地區安全的問題 那麼之所以說它很多方面 首先一個就是說涉及到 全球和地區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現在的烏克蘭的危機也好 巴以的衝突也好 我想在這次雙方的這種 部長的這種見面中 也會去磋商 會表達各方的關切 尋求共同的利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地區的一些主要的問題 比如說媒體經常熱炒的南海的問題 實際上對日本來說 可能還有一個東海的問題 那麼也就是說 雙方在這個海洋安全問題上 都有各自的關切 可能也能找到各自的共同點 這個也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 他們也要去炒作去討論 第三個就是雙方之間 雙邊的這種安全合作和戰略的磋商 那麼這個就是這一次 媒體一直在關注的 就是他們的這個互惠準入協定 那麼這次應該說是雙方會晤的一個重點話題 而且這次已經成功地簽署 這是一個問題 那麼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多邊合作 因為我們應該知道 就是日本跟菲律賓兩個都是美國的盟友 所以說兩個美國的盟友 簽訂了互惠準入協定 或者說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安全的合作 那麼這就意味著未來 這兩個盟友其實在美國的協調之下 未來跟美國之間會有更多的這種互動 甚至美日飛以及美日澳飛 四邊之間會在相關的機制下 加強更多的合作 那麼這種合作實際上在這個 二加二會議之前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麼這一次二加二會議之後 相關的協議簽訂之後呢 會看到更多的這種機制化的合作 這個應該說是美國通過相關的這種協定吧 把它跟盟友的夥伴關係 應該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剛剛您也提到 這次的日飛二加二會議是 締結了互惠準入協定 菲律賓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定 您怎麼來看這份協議 互惠準入協定 應該說對菲律賓和對日本都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對菲律賓而言 因為菲律賓它是希望獲得更多的大國的 這種安全的保障和支持 那麼這種支持呢 其實對菲律賓而言 因為它是美國的盟友 所以說美國已經給了它所謂的安全保障 它希望的都已經得到了 尤其是2022年以來 美飛之間在磋商 那麼包括美國現在在菲律賓 重新開了4個基地 那麼現在還有5個基地 更多的說未來要9個基地 它有更多的這種軍系基地的這種 對美國的這種開放 所以說美國可以給它提供更多的這種保障 那麼除了美國之外 那麼現在就是跟日本的這種安全合作 那麼安全合作 其實過去雙方之間已經探討了很多了 那麼這次通過這個互惠準入協定之後呢 菲律賓能夠看到 日本可以跟它提供更多的不僅是武器 包括菲律賓的人員 也可以到那邊去進行這種交流也好 演習也好 訓練也好 這個應該說是雙方之間 能夠進一步加強安全合作的一種保證 那麼實際上除了這種 互惠準入協定以外 其實互惠準入協定 只是雙方生活安全合作的一個基礎 一個起點或者說是一個平台 那麼在這個平台之下 雙方的各領域的合作 會全方位地展開 那這個展開的話 菲律賓會覺得這個會有助於 它在應對現在南海這種緊張的局勢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 菲律賓非常渴望簽署這個協議 而且也希望通過這個協議 加強在南海上跟中國更多的這種對抗 菲律賓此前同美國和澳大利亞 已經有了互惠準入協定 而且日本同澳大利亞跟英國 也有一個類似的協定 那在您看來 日非之間的互惠準入協定 具體包含哪些內容 那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應該說日非之間的這個互惠準入協定 它的內容和意義應該是多方面的 首先來講這個內容 一個就是這個人員之間的這種交流和往來 也就是說現在有了這個協定之後 菲律賓的軍隊包括日本的軍隊 可以相互進入到對方的這種國土去進行這種演習 包括人道主義援助等等 很多的這種搞這種軍事的這種活動 第二個除了人員的這種交流以外 另外就是這種物資 因為你要進行這種演習的話 會涉及到很多這種武器裝備的運輸 那麼這個協定裡頭也對這種武器裝備的運輸也好 部署也好也做了相關的規定 第三個就是更多的就是這種軍事上的這種人文交流 我們說就是尤其是這種軍事上的這種人員的培訓 那麼這個人員的培訓 應該說對雙方是至關重要的 那麼尤其是有了這樣一種軍事准入協定以後 雙方之間的這種安全合作會加強 那麼我們注意到菲律賓跟相關國家之間的 這種互惠准入協定都已經簽署 那麼未來這個地區可能會形成一個 這種以日本或者以菲律賓為核心的這樣一個網絡 那麼這個網絡實際上 如果你往再大的這個視野去看的話 實際上就是美國一直在鼓吹的 以它為中心的一個印太戰略的 一個所謂的安全網絡 那麼這個網絡你看現在看來 都是美國的盟友之間相互的這種加強 那麼實際上背後更多的是美國的一些意圖 美國的一些這個意志 實際上在雙方之間的這種合作中 也是能夠看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看到 不管是日本跟澳大利亞跟菲律賓 跟未來實際上可能菲律賓跟法國之間 還會有這種互惠准入協定 包括法國的軍隊可能也要到東南亞來 要進行相關的安全合作 這一切的合作都說明一個問題 就是越來越多的大國集中到這個地區來 那麼未來這個地區的這種安全的風險和困難 可能會進一步地加大 另外看到日本媒體報導說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現在是正在研究 同菲律賓的海軍建立一個 姊妹部隊機制 在南海來遏制中國的海軍 日非之間建立姊妹部隊機制 具體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應該說這個姊妹部隊 它現在的這個意圖是非常明確 實際上就是海上安全 海上之間的 雙方之間的一種互動 它其實是一種新的安全合作機制 就是海軍之間的一種合作機制 那麼這種合作機制 用現在雙方的話來講 它的目的指向很明確 它就是指向中國 所謂的中國的威脅論 在他們這樣的一種合作中 被炒得越來越高 同時呢 這種中國威脅論給他們 好像這種合作構成了一種藉口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 正是因為他們的這種合作 實際上把這種南海的緊張局勢 越推越高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的話 其實我們要注意到 日本這個國家 實際上二戰之後 它是受到限制的 也就是日本的和平下法 是對日本的這種軍隊 日本能不能夠擁有軍隊 這個是有明確規定的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 正是因為日本不斷地 在跟周邊國家 加強這種安全的合作 實際上它在不停地突破 它這種和平憲法 對它的限制 也就是日本現在的這種軍事的 這種軍國主義的思想也好 它的這種軍事威脅 對地區 對整個 甚至是對全球的這種安全威脅 是越來越嚴峻 所以說現在我們要非常認真地看待 日非之間這種 尤其是海上安全的合作 未來對南海的這種局勢的影響 應該是巨大的 有分析認為呢 日非這種磋商的模式啊 未來很有可能成為 日本同其他的 更多的東南亞國家 特別是在南海 有主權聲索國家之間的一種對話的模板 然後由此形成一個聯盟 您覺得日本的設想能夠成立嗎 應該說日本一直是這麼去想的 就是那麼菲律賓只不過是它合作的第一家 那麼未來有越南 包括印尼 馬來西亞 實際上日本在去年以來 一直在謀劃跟東南亞國家去簽署 包括執行就是所謂的官方安全援助 就是他們現在老說的這個OSA這個協議 那麼實際上它現在這個OSA 這個官方安全協議 已經涉及到了 剛才所說到的這些國家裡頭 所以說未來呢 跟這些國家的這個安全援助合作 會再加強 這是沒有疑問的 那麼另外就是說 雙方之間的這種 包括二加二會議這種機制 也會加強 這個是日本應該說在推動 它最終的目的很清楚 還是希望在海上加強這種溝通 來應對所謂的這種中國威脅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要看到 實際上現在儘管菲律賓日本 包括美國在南海上 應該說有更大的動作 但是你看東南亞其他的國家 包括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實際上一直是在追求這種發展 其實他們對如何加強發展 他們的興趣點更大 而且並不是希望這個地區更亂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的話 東南亞國家更多的 還是在維護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 所以說我們看 這次日菲二加會議之後 包括日本跟菲律賓簽署 這個互惠轉入協定之後 其實東南亞國家的表態 一直是非常低調的 他們不希望這個地方引來戰爭 那麼其實菲律賓國內 對雙方去簽署這種 互惠轉入協定 其實也有很多的這種反對的聲音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 日本想拉攏菲律賓 甚至拉攏更多的東南亞國家 來形成所謂的反華的這種聯盟 這個應該說困難是很大的 也是不符合東南亞國家利益的 而且我們知道日本並不是南海域內的國家 但是為什麼它要這麼深入地 介入南海的議題呢 日本之所以介入南海的議題 它實際上它是希望 在它所謂的這個印太戰略構想中 去發揮更大的決策 因為它作為美國的盟友 美國在17年以後 實際上就推動這個印太戰略 逐步地走神走失 那麼日本現在是更加積極地 應該說在美國的這個基礎上 往前在做 它希望在整個印太地區 發揮它大國的這種力量 所以說日本其實從2010年以後 它一直在所謂做 這個全球意義上的這種 政治大國也好 軍事大國也好 它不停地在突破 它這種和平相法 對它這種限制 所以說日本希望在國際舞台上 發揮更大的作用 那麼這個現在在南海上 在印太地區 它這些所作所為 正是這樣一種意圖的體現 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 因為日本跟中國 在東海上有這種爭端 那麼東南亞國家 在南海上跟中國有爭端 所以說它希望通過 這種海洋的爭端 跟東南亞國家增進這種共識 所以說增進共識之後 在南海上 在東海上 尋求能夠共同應對 中國的這種辦法吧 但實際上這種意圖 可能就是適得其反 這樣做會進一步加劇 這個地區的這種緊張局勢 好 先謝謝洛先生點評分析 下節新聞記事談 繼續帶您關注 菲律賓稱美國將撤走 部署在菲律賓的中程導彈系統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一會兒見 新聞記事談 歡迎您回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美軍在菲律賓軍事部署 嚴重威脅地區國家安全 敦促有關國家盡早糾正錯誤 菲律賓軍方一名發言人表示 美軍正將美飛肩並肩 年度聯合演習中使用的美方裝備 從菲律賓撤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 美軍在菲律賓的軍事部署 嚴重威脅地區國家安全 關於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島 中方已經多次闡明嚴正立場 有關作法 嚴重開歷史倒車 嚴重威脅地區國家安全 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同地區國家人民求和平 謀發展的共同願望背道而駛 我們敦促有關國家正是地區國家呼聲 儘早糾正錯誤做到 今年4月份 美國在菲律賓旅宋島 部署了低風導彈系統 參與年度美飛聯合軍演 低風導彈系統可以發射 射程約為450公里的標準六型超音速導彈 和最大射程可達2500公里的 戰斧巡航導彈 這是冷戰以來 美國首次在亞洲部署中程導彈系統 菲律賓軍隊已經學習如何使用和維護 不標準六型導彈和戰斧巡航導彈 但並未在實彈演習中使用 另外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表示 菲律賓總統馬克思 已指示軍方緩和南海緊張局勢 美國此前借美飛的聯合軍演 在菲律賓部署這個低風的中程導彈系統 有分析認為美國想要在亞太地區 部署中導系統已經是蓄謀已久了 所以您怎麼來解讀美國這次的行為呢 應該說美國部署這個中程導彈 它的意圖非常的明確 它不僅是針對菲律賓 其實它的那種威懾範圍 應該說是覆蓋了整個 它所謂的這個印太地區 它要在印太地區繼續保持 它這種安全的這種優勢 所以說這個應該是美國 最明顯的一個戰略意圖 但是我們看到這次 它把這個導彈 它現在從菲律賓撤出 那麼為什麼它現在要把這個導彈撤出呢 實際上現在它國內 也面臨了很多的這種壓力 因為實際上現在 這個大國博弈競爭在加劇 但是菲律賓包括美國國內 現在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你從美國角度講 其實現在這個國內的這個大選 競爭非常的激烈 包括現在國際上的幾場衝突 烏克蘭衝突也好 包括這個巴以衝突也好 那麼機場衝突 包括它國內的大選 應該說牽扯了美國很多的精力 所以說在整個東南亞這個方向上 它不希望跟中國 包括跟菲律賓 支持菲律賓跟中國 發生正面的這種碰撞 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講 它一定程度上 希望緩和現在的這個南海局勢 緩和東南亞跟中國之間的 這種緊張局勢 所以說它主動的提出 可能要把這個導彈系統給撤走 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你從中國角度講 中國其實跟菲律賓之間 我們為了維護這個南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的努力 包括剛剛結束的中非之間 有關南海問題的磋商 那麼中方已經表達了我們的關切 而且跟菲律賓之間 應該說就如何維護南海的這種和平穩定 是達成了一些共識的 我們是願意去共同採取一些措施的 那麼這一次應該說 在這個雙方的這種磋商之後 我們看到菲律賓總統把這個調門降低 要緩和南海局勢 支持美國把這個導彈系統給撤出 那麼這一系列的舉措都看出來 菲律賓現在是至少是暫時的 願意去維合 維持南海的這種和平的穩定 第三個我覺得需要提的就是 其實從6月17號中非在南海的那一次 應該說菲律賓非法闖入中國 人愛交我們在那發生了這種摩擦之後 其實菲律賓也知道 它在南海上這種所謂無理的 非法的這種挑釁 實際上它占不到任何便宜 而且對整個地區形勢 地區緊張局勢 只會有添油加醋的作用 所以說正是這樣一些因素 導致了現在雙方這樣 局勢的這樣一種演變 那您覺得是 美國要撤走低風導彈系統 還是菲律賓驅離美國 撤走導彈系統呢 從現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美飛關係應該說也是處於 這個歷史的最高點 所以說美國該說需要菲律賓 菲律賓也更需要美國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 菲律賓應該不會驅離 美國的這種導彈系統 因為實際上從冷戰結束以來 美國冷戰結束以來 撤出了菲律賓的兩大軍事基地 那麼到現在為止 尤其是這兩年來 美飛關係持續的這種加強 那麼這種加強 那麼到現在的這種 美國在菲律賓重開基地 包括重新的這種導彈部署 都表明了雙方之間 這種合作是非常的強 也非常的會繼續持續下去 那麼現在之所以出現 這種導彈的系統 這種撤走 從菲律賓來講 它其實心裡頭 應該說有很多的不願意 它還是希望美國人在這兒 為它提供更多的這種保障 為它更多的這種保駕護航吧 但是我想現在美國主動的 去撤走這個導彈系統 應該說雙方之間是有默契的 也就是說這次的這種撤走 並不代表現在撤走了 以後就不會回來 或者說從現在 從呂宋撤走 會不會部署在其他的地方 因為現在美國在菲律賓 是重新擁有軍事基地的 它的軍事基地範圍也很大 所以說可能未來 根據這種國際形勢 地區局勢的這種演變 它的這種導彈系統 可能重新再部署到菲律賓 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說應該說 現在是在這種國際 地區局勢的這種演變之下 雙方達成的一種妥協吧 美國撤走在菲律賓 對這種中程導彈系統 應該是一種暫時的行為 我們看到在不久之前 中非剛剛進行了 南海問題的第九輪搓上 菲律賓的總統馬克思 也指示軍方要為南海的局勢降溫 您覺得 非方在這個時候把調門降低 它究竟有幾重考量呢 菲律賓現在之所以 去降低這種調門 說跟中國在南海上 達成這種共識 去維護和平穩定 我覺得有幾方面的考慮 第一個就是菲律賓實際上 在過去跟中國 應該說過去半年多的 這種鬥爭中 實際上它沒有獲得 任何更大的好處 而且現在它面臨的困難 越來越大 那麼這種困難 由這個海上鬥爭 它一直處於這種烈士 另外就是說 美國對它的支持 雖然說 它是美國鑑定的盟友 但是美國這一系列的一些表現 包括從這個 呂松島把導彈系統撤出 等一切東西 應該說美國至少在現階段 對菲律賓的政策 是有所調整的 那麼這樣一些信號 也是告訴菲律賓 如果在南海上 繼續跟中國對抗 可能它面臨的這種困難和壓力 會更大吃虧的也是它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 從現在中國在這個南海上 我們應對的角度來講 一方面中方是 我們積極地跟菲律賓進行溝通 我們去搞了這個 副外長的這種磋商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是堅決地維權 所以說不論是在仁愛礁 還是在現在菲律賓又星座灘的 這個仙兵礁 中方應該說的海警的維權 我們的這個維權的力度 仍然是非常的堅決 非常的大 所以說再繼續這樣 如果跟中非之間 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菲律賓在南海的上 它應該說得不到任何的好處 而且會進一步加劇 這個緊張局勢 所以說中方是有信心 有能力去維護自己的主權 同時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 所以說我覺得 在這樣一種考量之下 菲律賓總統馬克思應該認為 至少暫時地要緩和一下南海的局勢 菲律賓的媒體報導 在7號 菲律賓的兩艘海警船師 試圖向仁愛礁進行運捕物資 被中方進行攔截 那為什麼 菲律賓一方面口頭上表示 要為局勢降溫 緩解局勢 行動上又不斷地去進行挑釁 對菲律賓來講 他一直希望挑釁中國 其實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 他們一直認為 他們2013年單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 也就是在2016年7月份 有為了南海仲裁結果之後 中方所謂的不支持 中方不接受 我們也不執行 這樣一種政策 菲律賓覺得這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他要不停地在南海上 對中國進行這種施壓 或者說對中國進行挑釁 他的目的還是要逼中國 去接受南海仲裁案的這個結果 同時也希望國際社會 給他更多的支持 那麼他這種支持應該說 如果第一次沒達成 他第二次還會持續 他就是要繼續去抹黑 中國的這種國際形象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講 應該說中方對菲律賓的這種 繼續在南海的這種挑釁 我們是應該說 引以了我們最強有力的這種應對 同時我們也反复地去重申 中國是一直在遵守 聯合國海岸法公益 這種國際法的基礎上 在維護南海的這種和平穩定 所以說菲律賓如果是 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這種思路 一意地孤行在南海上去挑動 中國的國家利益 那麼這個應該是不符合 菲律賓利益的 也是不符合地區國家 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這種利益的 另外呢 我們看到美國商業內幕的 網站報導 菲律賓想要購買 第一艘攻擊型的潛艇 來應對中國 但是有分析的聲音認為呢 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 擁有一艘潛艇 是需要具備很高的能力的 首先你需要有訓練有速的艇員 其次還有一個潛艇的基地 菲律賓不管是從財力還是能力 似乎是都不具備的 您怎麼來看 菲律賓確實是能力和財力上 應該說對購買潛艇 包括這個潛艇 即使買來怎麼去運用 它應該說面臨很大的困難 但是呢 不可否認的是 菲律賓它一定是有這個意願 要去加強自身的 這種軍事的能力 尤其是這種武器裝備的能力 那麼它需要去應對 現在南海所謂的 這種緊張局勢 它總是把中國作為 這種頭好的這種威脅 在應對 所以說從這個意義上講 它有這種需求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雖然沒錢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 它現在跟相關的國家 不管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有很多的這種 所謂的援助協定也好 安全協定也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 高度需要重視的就是 菲律賓會不會通過 跟它這些盟友夥伴之間的 一些安全的援助 安全的協定 去獲得它所需要的 這種購買這個潛艇 或者購買其他武器裝備的 這種財力 這個財政的支持 這種可能性是有的 另外就是說 其他的國家 除了美國以外 其他的國家會不會通過 相關的安全協定 或者相關的安全合作機制 給菲律賓提供類似潛艇的 這種更具攻擊性的 這種裝備 這個我覺得是下一步 一個重要的關注點 也就是說 以這一次菲律賓跟日本之間 簽了這個互惠轉入協定 為基礎 未來日本跟菲律賓之間 以及菲律賓跟其他 美國的盟友之間的 這種互動合作 應該是會持續的加強 那麼在這種持續加強的背景下 那麼包括像購買攻擊型潛艇 這樣一系列的這種 應該說這種合作 可能會層出不窮 這個也是未來南海局勢 最大的一個風險點 好 非常感謝洛先生 今天帶來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見識談 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